你小子整天不好好工作 都不知道收漏多少钱 不过仅限今日 黄泉听了十分高兴 谢谢老板娘 我一定准时回来 那我们就出发吧 众人走出新手村后 黄泉对着一片空地很是好奇 王爷说到这两块地被卖出去 而且用的是地球上的钱 听说一块五百万呢 黄泉听了一惊 一块地五百万 然后心里就开始了疯狂脑补 难道这里要被房地产商入侵了 我听说他们好像是要建造少塔 好像是这样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了 然后就拉起了手上的弓 黄泉看了都惊了 你会射箭 我学了学会基础弓术后 十米之内基本命中率过90% 而且我还会应演术增强势力 射卫之耗子是没什么问题的 只见他拉弓的手一松 一把利剑朝着耗子急速射去 一下子命中目标 耗子疼得惨叫一声 然后就一命无辜 这时其他耗子也注意到了他们 众人举起手中的武器做好战斗准备 这游戏的隐怪系统好坑爹 怪物叫声能引来其他的怪物 不过却也是乐趣所感 大战将要一触即发 另一边我正在房间里做着直播 各位老铁好久不见了 今天给各位老铁直播一个开箱 希望各位老铁送我一个大火箭 可这是老板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弹幕也疯狂地刷了起来 好漂亮的女仆啊 白丝怎么不是黑丝啊 我看到弹幕就那么了 什么女仆啊 当我扭头一看 场面突然变得十分安静 如果游戏中学会的技能 在现实中也可以用 那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 老板将一本书交给了我 我打开一看 居然是新手村副本奖励计划 我看着计划说到 他们才开始现在设副本 好像有点多余 你不明白奖励副本的真正意义 人类是需要赚取工资 来支付生活开销 为了激励他们花更多的时间 来玩游戏 通关副本的奖励是现金 老板 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现金啊 这些钱来自于你卖地址 我一听就明白了 老板你不愧是万恶的资本家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于是我兴致勃勃地打开副本资料 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地下室 村庄有许多孤苦无依的宅男单身汉 每日靠看漫画看新翻度日 在他们领老之际 自觉来到地下室里 等待死亡的来临 此后他们孤独无依的心灵 引动神秘的东方力量 使他们成为可怕的尸鬼 我看完后直接把书扔在地上 孤苦无依的宅男单身汉 靠看漫画新翻度日 我越想越不对劲 老板 你指桑骂怀旁敲击寒沙摄影谁呢 说的就是你还不明显吗 难道要我把身份证号写上去吗 在地球的一女生寄室中 一个妹子正叫着室友起床 绝姐不能再睡了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她叫王绝 就是游戏中的王爷 睁开眼迷迷糊糊地说道 今天好像是耐色地建造少塔活动的日子 什么少塔活动啊 今天是期末考试 她一听顿时就精神了 搜得一下起身 什么 期末考试 然后打开手机查看时间 看完之后脸直接黑下来了 完了 要迟到了 赶到考场后老师开始分发试卷 她接过试卷一看 脸越看越黑 这都是什么天书啊 拆开看每个字都认识 但是放在一起完全看不懂啊 然后闭眼平复一下心情 这题不会下一题 下一题 整张卷子都看完了 自己居然一题都不会 然后就摘下眼镜揉了揉太阳血 还是来年重修吧 这时她发现了不对定 摘下眼镜自己照样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往前一看 前面同学的答案看得清清楚楚 这不是阴眼术吗 难道我还在游戏里 如果在现实中可以使用游戏中的技能 那么你会用她来做什么 而这个人却拿她来抄作业 这么好的机会 她居然用来做这个 简直是爆点天物啊 一旁的老师看到她 写得这么快觉得她在作弊 于是走到她身后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问题 心里不由的一己 难道她是天才 在总统办公室 一个人拿着一份资料说道 我们的某位探员玩家 在游戏里学习了布里坦尼亚